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8月19号 这个周末呢,洛杉矶就要来暴风雨了 大面积的降水 所以呢,今天白天我们不带人看房 全力以赴的检查客户的房子的所有的窗户 尽最大的努力呢,排除房子进水的这种隐患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因为很多客户呢,人不在这边 药池都留给我们了 这个呢,不用客户提醒 遇到这种天气啊,或者其他的我们都会有安排 我今天呢,早晨9点出门 上午要检查5栋,下午要检查6栋 大家在视频里也可以看到这种三四千尺的房子 然后里面有特别多的窗户,多达几十个 所以呢,我们的思路呢,就是先从室内检查 然后呢,再从室外观察 然后看到底有没有窗户还是开着的 这些窗呢,都是这种推拉的窗 而且外面呢,它都有这个window cover 如果你从室内看的话呢 它有时候有个缝儿,其实不容易看出来的 所以呢,我们一个一个的窗看 而且这个活儿必须要仔细 我的其他的同事呢,也同步的在其他的区域做这种检查 然后等下完雨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回来看有没有有漏水的地方 或者院子里有积水的地方 这些都是要处理的 下雨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也要去看 就是等雨小一点呢 你要看它这个屋顶的排水是怎么样的 还有这种像侧边门,它底下的胶条 是否有密封好 我们会像关注自己的房子一样呢 来关注你的房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